这个台风已经很快地通过了马祖 而且它的势力也在减弱之中 半径也在缩小 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当然它很快地会离开马祖 假如没有离开马祖一样 以前我们还是在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只是台湾地区的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了 也就是说整个台湾地区的路上 警报已经解除 但是海上的警报依然存在 所以在海上活动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天的时间 主要的雨是下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这一段时间 它主要的雨下在北部地区 那么雨量大概有400毫米到410毫米左右 当然也有大风 因为地形的影响 因为台风走的路径不太一样 台风的结构不太一样 它形成的大风也就没有涵盖在全台湾 也没有涵盖在整个北部更大的风 大概10级风也就是北部最大的风了 10级风当然也会让树倒塌 另外一个在鼻头角也就这个地方 新北市的鼻头角出现十四级的风 就是完全没有阻挡之下 它的风还是很大 因为台湾北部有一个雪山山脉 雪山山脉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有个雪山山脉 阻挡之下台风的风进不到台湾来 因为台风离台湾有一段距离 所以中心的风并没有到台湾 这个台风的结构 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中间这里 外面一点风雨都没有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也就不是那么大 台风走了以后 大家就想还会下几天雨 我们就看一下图 从昨天晚上雨下得很大 到今天早上雨逐渐减少 到这个时候 也就10点30分到11点30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雨 只有这个地方在下雨了 也就是说雨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地区还在下雨 其他地区没有雨了 大家就想下午以后就没有雨了吗 不会 下午以后还是会有雨 雨就下在这个地区 也就是这个地区会下雨 因为它的风向变了 台风的风已经不是原来的北风 或者东北风或者西北风 而且是东南风 东南风的迎风面 从这边来的风就会形成这个地方下雨 所以东部地区还在下雨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台风的未来发展 11点钟台风已经过了 马祖到了福州市 那么未来的情况 就是说雨过了以后 未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会在这些地区形成下雨的区域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时间 这是现在的11点 我们假如往后推一下 推到下午的晚上的20点 你看到20点晚上了 在这个地方含有很多的雨在下 也就是这个雨 整个包括北部这一带地区都含在下雨 因为它吹的是东南风 再过来以后 台风再过来以后 我们看一看 再过来以后就 整个台风就离开了 雨 仅限于这一个区域有雨 也就是东部区域在下雨 其他的区域雨都停了下来 这就是说未来这几天的台风的状况 当然了 到了台风季 那这个台风走了 后面还会不会有台风 我们古迹大概在17号左右 会在南海或者是菲律宾东方 有一个新的热带低压发生 到那时候出现以后 它会怎么走 会走到哪里 因为离我们时间还长 17号 今天才整个才11号而已 所以还有7天 以上期限 谢谢您的收看